三輛機車倒在路旁被撞得面目全非 車客零件也掉落在草叢中 屏東廣伏大橋旁的防汛道路 4號下午發生嚴重的兩死車禍 害人聽聞 傷者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一旁還有人幫忙撐傘遮雨 救護車隨即抵達現場 要趕緊將人送一急救 請來拖掉業者才有辦法收拾現場殘局 因為機車都被撞得支離破碎 警方也持續在事故地點搜證 不過偏僻的鄉間小路 怎麼會發生這麼嚴重的車禍意外 時間回到車禍前 騎士猛催油門刻意燒胎 央起陣陣白煙 旁邊還有眾人圍觀 原來這裡在舉辦改裝車聚 主辦人先在群組上糾團 相約在防汛道路進行直線競速 每輪會有兩到四台車一起飆車 不過輪到倒數第二組時 前一組還沒有回來 主辦又放行下一組 導致兩批人馬對撞 造成兩死三重傷 中午就有幾台這樣 我說奇怪怎麼騎來騎去這樣 騎到那邊過來 再騎過去再騎過來這樣 所以你受傷是因為 撞到他的車 不確定是誰的錯 監禁找到肇事騎士 以及其他相關等16人帶回訓問 其中主究成姓男子 以及兩名共犯依公共危險罪 分別以三萬到五萬元交保後傳 為了防止類似的飆車意外再次發生 警方也在事發道路旁增設巡邏箱 加強管理 防汛道路因嫌少有人經過 亦成為自然指教 警方以為在該處設置巡邏箱 加強巡邏機守望 警方亡羊捕牢遏止標封再起 同時也提醒改裝車族 別為了追求快感賠上自己 寶貴神明 新新聞抽到會 賴錦家徐為陳蔡文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盛盡美 靜好新聞